字幕提供 So Happy 有我坤頓 還有Jean Lee Hello Jean 好 沒見你了 對 超久了 這次你有出新歌 就可以找你聊天 這次不如說說你整個唱片計劃 玩法也挺有趣 這次我給了自己一個很大的挑戰 用了現場錄音Live Recording的形式去錄成隻碟 有兩個主要的原因 第一就是因為我成隻碟有一個很大的主題 叫Live in the moment 就是活在當下 其實這個Live Recording 是想用一個音樂的角度去帶出這個訊息 因為同步錄音 其實是很緊張的一件事 大家都要很專注 在當下最好的那個take 大家的最好的moment就是那個take 這個其實是從音樂的角度去帶出這個訊息 另外一件事就是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唱Live 其實我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我其實在舞台上的張力和在Studio的力度是兩回事 我又很想把Stage的東西放在我的唱片裏面 所以這次就給了這個挑戰自己 去想自己再… 去一個level高一點 對 但是你也說 你Live時的力度是不同的 其實看過你Show也像 你Live的張力很重要 你現在只是在Studio裏面 對著你的樂手 甚至是在不同的房間 你只是對著咪咪 你要去做Live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難不難呢 不難的其實 因為什麼東西會令我發放更多的力量 除了觀眾之外 在Studio裏面就沒有觀眾的 這件事就是Live才會有的 去到再大推大一點的力度 但是我和樂手的交流 就是會影響我唱法的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所以在今次的Live recording 因為我的樂手是… 在我心目中他們是數一數二的樂手 而且都交了很久 所以他們每一次每一個樂手彈不同的東西 都會啟發到我去做出不同的反應 會用不同的方法去唱 這件事就是… 我覺得不難的地方 因為… 因為樂手很厲害 他們又會啟發到我 所以我覺得反而是很好玩的 你是不是要和他們試了很多次 才做到你想要的東西呢 其實基本上每一首歌 我們連 Her 連彩排 或者 Run 熟首歌 都錄完 都是十匹以內的事 很快 很快 其實 因為他們是很專業的 其實Live recording最難的地方 是前期的preparation 而不是… 即是當下都是很難的 因為要專注 我又不能唱錯詞 又要… 總之很專注 大家都很專注 但前期的preparation 我覺得是很複雜的 首先你要夾旗已經很麻煩了 你知道我… 我對Bang 大家都是… 好忙 international 他們是… 各自走不同的tour 那麼要夾一日時間 夾監製我 Studio 樂手的時間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夾完之後 OK 編曲要搞定 歌詞 所有東西 我又要熟大家 又要熟首歌 前期我覺得是… 是複雜很多 比起平時 平時是… 你錄完之後 OK 再收拾編曲先 收拾差不多 你再回來收拾和音先 可以慢慢一邊做一邊砌 但是… Live recording就… 沒有… 就少了這個… 這件事就是… 真是當下… 和前期… 對啦 前期preparate得很好 然後錄… 當日錄了什麼就是什麼 這樣… 嗯… 這次現在聽到… 空姐這首歌 依然是Eric Klopp監製 其實他有你第一張唱片 你第一首的排台歌 開始和你合作的了 去到現在… 這次的碟子 整個碟子都是他 不是… 三首歌是他 三首歌是他 其實你每個碟子都是上下 都是有他的份 但你合作了這麼多次 其實你和他怎樣拆一個新的火花出來 其實這次我和他都是很興奮的 這個project 我去年推出完BGIN之後 我就和他說我有這個想法 就是做Live recording 他一聽到他就說 很好啊 他說我覺得很適合你 我自己也覺得很適合我自己的 這個想法大家都很緊張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第一次做Live recording 但我肯定是第一次 我們兩個是… 我們第一天開球 我和他錄空姐 其實空姐是第一首錄的 真的第一首 第一首 整個project是第一首歌 其實我也很緊張 他又很興奮 其實對我和他來說 這次雖然合作過這麼多次 但這次整個感覺是很新鮮的 因為製作模式不同 不同了 還有我今次參與再多些 平時就是很相信他 所有東西都… 不是我現在不相信他 都很相信他 但我希望會參與再多些 平時就是… 詞啊各樣東西 我都是會… 都是我直接和電詞人溝通 或者是跟他… 經過他溝通 這次就… 除了詞啊 編曲那些東西之外 我都在混音這方面 都是給了很多的意見 因為我心目中有一個聲音 是我想去達到的 他都很好 他就說 我不知道原來你是這樣 其實空姐我們做了很久 很多個revised的版本 太多太多次了 我都說對不起 我知道我很煩 但是… 你就是要找回 你心目中最想要的聲音 沒錯 本身他就有另一件事給我 我就覺得我不想要那個 我想要現在這個 就不停去摸摸摸摸摸摸了很多次 現在這個是什麼感覺 或者是你為什麼這麼想要這件事 在這個方向呈現出來呢 嗯 現在的空姐其實是很raw的感覺 即是鼓聲啊 我的聲音啊 其實是很少effect的 就是比起平易之前的一些歌 就是很經過處理的感覺 其實現在的空姐這個版本 就是… 你基本上就是… 就是… 我自己會覺得沒有什麼味精 即是很raw的感覺 即是無論是音樂好 你人想好 都是想好好恨那方面 給人聽到 不想加那麼多東西 因為感情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 那今次空姐這首歌 或者這首唱片裡面 其實那首歌是否你自己選擇 是的 每一首都可以選擇 每一首都可以選擇 要是我自己選擇 要是我自己選擇 這首有你自己選擇 是的 我寫很少 今次這首歌 不說多少 其實我還在寫著 因為我們還差一點 所以我也要… 努力一點 再努力一點 寫多一點 對 空姐這首歌就是 Erik Kokke 下一個新的Writer 叫Iphone Iphone 他第一支 賣得出去 給大家聽到的作品 其實也很Erik Kok 是啊 其實也很Erik Kok 沒錯 這首歌 應該繼續離開不放手 應該決絕 戀愛未能夠 應該灑脫回覆做朋友 應該找你卻太過慌謬 你聽的時候 或者叫Erik 扔給你 他帶給我 是的 他帶了幾首給我聽 我聽到這首歌 我覺得 很Erik之餘 其實這首歌很有特色 這首歌 即是它有些Versa 是… 即是有些… 咦? 他去這裡的 即是會有些… 他自己有些很特別的色彩在這裡 嗯 所以我覺得 這首歌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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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所以 當初那個Demo 也叫Dilemma 即是… 兩難 不知怎樣選擇 我聽聽 是很有感覺的 即是我覺得 我很喜歡那個 很… 很糾纏的感覺 嗯 很糾結自己的想法 是的 即是很… 自己在你心裡大緊張 是的 所以我聽過很多次之後 就覺得 就給了林若玲這個概念 就是寫空姐這個故事 嗯 你和Wiley都是… 合作習慣的 是的 即是你一跟她說 她已經很知道你想要什麼 她真的完全把我跟她說的那件事 是完全寫出來的 很厲害 我們一收到歌詞 我和Eric兩個 嘩很厲害 她真的… 很準 所有東西很準 那這首歌其實… 為什麼叫空姐呢 很多人問空姐 難道我專門做空姐 其實就不是的 首先空姐可以解讀為空虛的小姐 第二 為什麼叫空姐呢 我都問Riley 本來這首歌叫順著我時刻感覺走的 就和Live in the moment很貼切 這個歌名 但最後她改了歌名叫空姐 因為她覺得 整首歌說的故事 即是在後機室等 要上機還是留下來 即是一個代表 一個象徵 我上機就是我 move on 我留下來就是 我還想留在這裡多一會兒 你讓我留多一會兒 即是這個這樣的一個 不知道要怎樣走下一步的狀態 那麼她就覺得 去到後期她就覺得 要叫空姐 是因為這個這樣的一個過程 其實跟空姐飛的那個… 那個…性質很像 是一生活的一個常態 一個loop來的 一個loop來的 失戀是一個常態 飛也是一個常態 你開頭可能你會很傷心 或者會帶著很濃烈的情緒去飛 但你飛飛一下 你會覺得 就是生活一部份 其實跟我們生活 即是你失戀也好 你不開心也好 你失去一些東西也好 是一個過程 已經看你轉工才行 要看你轉工才行 不斷失戀也很大 其實是想說 其實沒有一個答案的 Rally有提出一件事 就是這首歌我沒有寫一個Ending 是Open Ending 因為她不是想說 我要教你怎樣做 你是可以享受這個Moment 你不知道就不知道 不要緊的 你就活在當下 你尊重這一刻最真實的感覺 當你知道 你不是走下一步 所以是說當一刻 就算不知道也不要緊的 可以讓自己有迷惘的時候 沒錯 反而是享受這個過程 雖然是痛的 但也是一個你要經過 要學會的事情 沒錯 就跟你的痛苦相處一會 現在聽到空姐快要開始拍攝 其實這次是不是大碟來的 大碟來的 大碟來的 現在真的很少人做大碟 我特別喜歡做大碟 非常好 好 那這張唱片你打算幾時會面世呢 就是你還在做 是 預計是8月會出碟 8月的 那今年還有沒有其他的大計可以 大計有 6月會有一個show 同質田 是 然後8月出完碟之後 其實希望10月會有自己一個show 嗯 賣票的show 未知 未知是否賣票 但是是Liffin 是為這件事出發的 嗯 預計今年都會有一場自己show 那這個是在籌備的事情 Good 就是你肯定看你的Live show 就是你的Live 是呀 我也很肯定唱的 哈哈哈哈 所以唱片都先做一半 先Live picture 是呀 是呀 我自己先享受了 是呀 6月 你和澤田 10月就自己show 到時就到我們享受 是呀 10月就到你們享受 好 好 那遲些你再拍一首歌 再跟你聊天 好 謝謝Jean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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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ヶ unfo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